这是今年樱花盛开的美丽景象 抬头望去坑告坑西沿岸200株的樱花 陆续绽放 粉嫩花朵开满枝头风景好漂亮 吸引好多民众边散步边闪花 更多人是拿起手机相机忙着拍照 尤其站在步道口拍过去景色好美 不过现在却被最近这新装上的高大型路主 给整个破坏掉 民众只说好丑破坏樱花美景 住地这样很好学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得过边 看得很清楚 现在这些数据都抓起来 里面就感觉有压力感 好像在美观上也不太好看 民众在反应我做这个很丑 说他们要联署 我说不用 我们已经拜托议员来办理会堪 请水利吉来帮我们改善 因为其实我们的樱花步道很漂亮 他做这样的根本配合 现场的景观其实不大调 樱花林其实是我们汐止重要的一个赏鹰景点 那其实在入口处也都有写禁止机车进入 那因为这个里长还有附近的居民 可能当时有机车闯入 所以民众希望说能够设置这个为主的方式 来这个避免弃机车进入 但是我们来现场看了以后 这真的非常丑 在接过陈情后 新北市议员白佩璐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只见在活动中心前的桥梁两侧步道口 原本防止汐机车进入的摸行缸 都换上了高大型的路主 另一侧连摸行缸都没拆走 人走都很难更别提示娃娃车或是轮椅根本过不去 至于靠近活动中心这一侧 大型路主一放遮住了赏鹰视线 不打紧也不是活动式的 根本没办法拿起来 不但人走卡卡几乎都要车子伸过 对未来樱花树的维护或是有紧急需要时 车子根本过不去问题很大 就怕扣掉头那些 我们如果从中间作业 好像有点比较窄 因为樱花大道其实每年那个树 每年其他的待业栏 这个树我们每年都要修剪 那樱花步道其实篮球场路灯 坏掉的话要有高空作业的吊车 上去才可以进去 他做实的其实对我们来讲 真的不方便又不好看 我们也不希望说 因为一两个人的功德心不足 然后让大家来赏鹰的时候 那个心情大受影响 所以我们跟水利局讨论之后 还是会把这个后面这个设施 把它拆掉 因为如果你不拆掉 那整个视觉上 这看起来就很像进到另外一个 这个被关的空间 所以就没有达到那个赏鹰的这个心情 当初在装设时 地方里长也不知情 现在换上新的路组 引起不少民众的反弹 而在会康后 市府也允诺这两天就会拆掉 不过也要提醒民众 步道是禁止汽机车进入 就从惠林续止采访报道 对不对 谢谢大家